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跌了0.65% 收盘时收在了5436点 其中主要的银行股呢 下跌幅度都超过了1%以上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我们可以用非常神奇的话 就是用一下这个台湾明星周杰伦的话呢 就是哎哟 不错哟 这个中国的上证指数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成功的再一次爬上了3000点大关 虽然涨幅只有仅仅的0.2% 但是呢 涨了6个点 也使得呢 这个上证指数在离别了这个3000点 近10天之后 再一次回到了3000点上方 上证指数呢 是这个 但是虽然如此 整一个9月来看 上证指数依然是下跌 2.6% 这个表现呢 也是在过去8个月以来 最差的单月表现 那欧美方面呢 欧洲方面特别是德国指数 在周五有了大幅的提升 主要归功呢 还是来自于德国银行 我们知道 准确的说是德意志银行 德意志银行在周五的时候呢 市场传闻 它和美国的司法部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罚款数额可能是在54亿美元左右 这个数字呢 虽然很大 但是是远远的低于 美国司法部在一开始时候 开出的140亿的罚单 同时呢 这个德意志银行的CEO 也是发信给所有的员工说到呢 银行现在的现有流动资金 高达2000亿欧元以上 是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可能发生的事件 所以这两大重大利好呢 帮助了德国银行的股价 在周五的时候呢 窜上了12% 推动呢 德国指数 以及呢 欧洲其他指数的一些回升 那最后呢 德指是上升1.2% 英国和法国分别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跌幅要比开盘的时候好了很多 美国方面呢 金融股也是受到了德指的帮助 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帮助 美国的几大主要银行的股价 均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扬 最后最终呢 推动了美国三大指数 标普百道琼斯和纳斯达克 产生了大约是0.5%至0.8%的反弹 那么在大宗商品上面 这个由于股价的上涨呢 自然而然这个风险就下跌 因此黄金价格下跌大约是7美元 但是油价呢 则继续上涨约1% 那么今天在热门话题里面 我跟大家找种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这个德国德意志银行意外的利好事件 以及呢 加上现在我们说一下美元上涨 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么我在上周用了两天的时间说到呢 这个德意志银行其实呢很有可能是成为下一个2008年的花旗银行 也就是说虽然它的股价跌到了历史新低 但是最终是有人出手拯救 使得德意志银行只要能够七死回生 那它的股价在未来几年呢 就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应该来说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德意志银行 这个银行以一个国家的名字来命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说它能够倒闭 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这可能性应该说是非常之小 毕竟作为德国最大的一家银行 德意志银行的倒闭势必将会严重的影响到德国的金融业 以及他们的经济发展 因此即使是银行自己没有钱 政府最终我们相信也是会出手的 只是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而已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上周五的消息虽然并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只是市场的传闻 但是投资者已经仅仅靠着这个传闻 就把德意志银行的股价上推了12% 这也说明市场上现在有很多人 就在等着德意志银行的问题得到解决 一旦解决之后就准备杀入市场里去 那作为在我们澳洲的投资者 我们购买欧洲的股票是相当的不便利 先不说这个汇率上的转来转去 即使是一个国际股票的投资 也面临着非常高的手续费 但是有一点之好 就是如果你有GoMarkets的账户 可以在我们账户里面寻找到德国的指数 如果您交易德国指数的话 同样也可以受益于德意志银行的反弹 所以说如果大家希望能够以后 能在德意志银行问题得到明了或者解决之后 想从中受益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德国指数 另外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毫无疑问就是美联储和美元的一个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联储加不加息会直接影响到美元的上涨或者下跌 所以大部分人都把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作为衡量美元价值的一个主要目标 或者说是一个唯一的因素 但实际上来说 我们既然中文里面说到 美元它的价格在上涨 那么如何来衡量它价格是上还是下 就势必要有一个参照物 或者说有一个对标产品 你总不可能说美元自己和自己比有所上涨 这个不现实 你美元必须跟其他的货品 产品或者是货币相比 这个汇率对比昨天 对比上一周 对比上一个月有所上涨 这样的情况叫做美元上涨 那既然是和其他的一个产品做对比 那么即使我们假设 如果美元是在原地踏步 但是另外一种商品或者货币 它的价值在下跌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元的价值同样也会得到升值 所以说我们把另外一个产品换制成其他货币 我们知道除了美元以外 世界上的主要货币就是欧元日元以及英镑 这三种 这三种货币占了美元指数的比例超过了80% 那么我们现在虽然知道这个美联储整天让人要加息 但实际上从去年12月到现在 美联储仅仅只是加了一次息 在过去的几乎一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以来都是雷声大 雨点小 几乎就没有雨 就一开始下了一场毛毛雨 后面都是没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英镑欧元和日元的自身走势的这个趋势 就会直接影响到美元作为一个参照物的升或者是跌 我们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看到 欧元就不用说了 每个月都在800亿的资金打到市场里面去 同时欧洲央行也采用了负利率 日本也是一样 成千上万亿的日元被印出来冲到市场中 但是通货膨胀率依然是很低 同时现在日本央行行长也是再次发表讲话 说到只要为了刺激经济增加通货膨胀 再低的利率也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现在的负利率依然不是一个底部 最后英镑 英镑就更不用说了 自从他们投票要离开欧盟之后 英镑在整体的货币里面 就是直接已经下跌超过了10% 所以这三个主要的非美货币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即使美元我们先不说它涨吧 就算它不动 甚至于它是小跌 但是对比这三个大跌的货币来说 美元依旧是在升值 依旧是在上涨 所以我们知道美元的上涨 并不仅仅是来自于美国自己 更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对手 看它的非美货币 主要货币就是欧元 日元和英镑 这三个货币的走势 也同样可以反衬出美元的强弱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班里的学生 如果大家都是不及格 如果你的成绩仅仅只有61分 你照样可以做到班里第一名 就是这个意思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现在基本上的走势已经非常明显 是越来越强的向上 那么在矿产和金融的带领之下 今天早上的澳洲指数已经冲上了上周四的最高纪录 也就是5483 因此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参照突破进场的原则 那么在短期内可以直接就是在5490点附近 可以跟进进场 止损可以设置在今天早上的开盘最低价5453点 同时我们可以把卖出单设定在5440关键价格之下 5435的价格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那么澳元应该说在连续的冲击了0.7680失败之后 目前处于一个短期的调整 只能说是调整不能算下跌 因为它连一小时关键线目前还是没有掉破 所以作为0.76这个关键心理价格 目前也是得到了保持 因此目前澳元应该说是维持着一个震荡的走势 那我们今天可以整体操作的策略 所以可以选择激进一些的卖出 可以设定在跌破了一小时之后进行 就是在0.7632的价格挂单卖出 保守一些要等了破了0.76心理价位之后 再去挂单进场 那么如果你是这个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是以这个买入单的话 也是一样 买入单首先的话 放在你的这个保守一些还是以一小时为单位 一小时为单位 上了一小时通道线 两个小时不跌破再去挂单进场 那如果你激进一些的话呢 则可以以今天早上的最高价 如果今天创了今天的最新高 可以短期内跟涨跟进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说一下德国指数 我们连续说到德国指数 是因为这个德意志银行的因素 德指呢在一个月前 几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买入信号 日线图的买入信号 之后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月 现在重新又回到了起点 大约又回到了10200点附近 幸亏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德意志银行出台了重大利好 帮助德国指数从10200点附近 再一次推到了10500点 一天涨300个点也是非常的惊人 因此在这样总体的情况下 只要10200点这个关键价 没有得到 没有被三天连续击破 那么德国指数总体上 未来呢我还是觉得可以看涨 可以看涨 所以如果你是做中长线的话 基本上呢 10200三天不破 我们基本上来说一直是持续的看涨 那如果你是要短期来做的话呢 则可以在我们在最近的一个小高点 10575的价格挂单买入 10575挂单买入 空单可以选择在短期 10400跌破之后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方面 现货黄金呢 也是在上周五随着欧美股市的反弹 导致呢金价有所下跌 因为这个避险情绪有所缓和 那么现在的价格应该说是说上不上 说下不下 下方 1000 这是1308左右 没有被破 上方 1340也上不去 所以在这个程度之上呢 这个黄金是属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 那么今天我们总体来说 对于黄金呢 依然是以看跌为主 毕竟它一小时图 始终上不去 始终上不去 那如果呢 你的买入价相对激进一些 可以设定在今天的最高价 如果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创了新高之后 我们可以呢 在1320的价格挂单买入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没有时间看电脑 则需要把这个订单呢 设置在一小时的通道线以上 大约呢 就是在1329块钱 挂单进场1329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是卖空 空单 则以上周六下午到晚上时 说错 是上周六的早上 七点钟之前的最低点 大约是在1313的价格挂单 破了1313 我们可以顺势而空 最后来说一下 今天需要关注的产品 那么在下午澳洲时间6点30分 美国制造业PMI 再往晚上看 到了澳洲时间晚上12点钟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PMI 6点30分刚才说错 是英国的制造业PMI 12点钟 是美国制造业PMI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的制造业PMI 我们下期节目的制造业PMI 我下期节目的制造业PMI 会认识 我们下期节目的制造业PMI